曾经在网上看到过这样一句话,婚姻的基础是爱情,是依恋,更是尊重两个人能够走到一起,结为夫妻必然会有一定的感情作为基础,但是要想经营好一段婚姻,就不只需要爱情。 既然选择了与一个人共度一生,就要懂得把心留给对方,给予对方足够的尊重,让对方感觉到依恋。 这才是婚姻能够持续下去的法则,而不是仅靠着一纸婚书来维系。 盈盈就因为没有把心放在自己丈夫身上,导致两人结婚不过一年就一拍两散。 盈盈与其丈夫小伟,两人从小就认识,可以说是青梅竹马,两小无猜。 小伟一直对盈盈都有好感,可是却一直没有挑明,她害怕盈盈不接受自己导致最后两人连朋友都做不成。 随着两人出去上大学,见面的日子也就少了,不过每次放假小伟都会带着大包小包的礼物去看盈盈。 盈盈的父母其实也是很想盈盈嫁给小伟,毕竟两人是他们看着长大的,对于小伟的品性、家事,他们也都清楚,更主要的是两家离得近,以后也好有个照应。 盈盈的父母不止一次跟盈盈提起过这件事,不过盈盈坚持自己的婚姻,要自己做主,她觉得她跟小伟只能做朋友。 大学毕业以后,盈盈的父母想让她回来考公务员,不过盈盈拒绝了,她不想被困在那个小县城里,也不想回家面对父母的催婚。 令盈盈没想到的是小伟毕业后居然来到了她所在的城市工作。 盈盈当然知道小伟的意思,她也不想耽误小伟,就跟小伟挑明了,他们两人是不可能的,并且她现在有男朋友,两人是上大学的时候认识的。 听到盈盈这样说的小伟,把原本准备好的告白咽了下去,只能苦涩地笑笑,祝盈盈幸福。 小伟问盈盈能不能见见她的男朋友,他们递竟从小一起长大,以后她就是盈盈的哥哥,要是那个男的欺负她,她就去替她撑腰。 盈盈没有藏个掖着,她觉得让小伟跟男友见个面也好,可以让小伟彻底死了这条心。 看着盈盈高大帅气的男朋友,小伟有些自残行贿,她想,的确只有这样的人才配得上盈盈。 后来,小伟就不再去找盈盈了,而是一心扑在了工作上。 两人再见面已经是半年以后,盈盈哭着给小伟打电话,说她的男朋友抛弃了她。 小伟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盈盈身边,看着悲痛欲绝的盈盈,她也不知道怎么劝她,只能默默地陪着盈盈, 为此还跟公司请了一周假,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,才回去上班。 每天下了班都会以最快的速度回到盈盈身边。 小伟担心盈盈的身体,哪顿饭都变着法地给盈盈做她爱吃的,哄着她吃下去。 担心盈盈做傻事,小伟就搬到了盈盈这里来住,每天就窝在盈盈出租房那个小沙发上, 小伟不会安慰人,所以大部分时间她都只是陪盈盈坐着,盈盈如果想要说话,那她就认真地当一个垃圾桶听她哭诉。 时间长了,盈盈也逐渐走了出来,开始注意到了一直在自己身边默默付出的小伟。 盈盈对小伟说,如果她还喜欢她的话,那他们就回老家去结婚。 小伟一世之间不知道是该兴奋还是该伤心,她每天面对郁郁寡欢的盈盈, 知道她一直没有忘掉她的前男友,现在提出结婚大部分原因也只是想要逃离这里。 可是小伟喜欢盈盈,喜欢了这么多年,不可能拒绝盈盈的提议。 于是,二人直接就领了郑回老家筹备婚礼的事情,双方的父母早就有粗合二人的打算, 小伟回家把这件事一说,他们简直恨不得立刻就把婚礼办了。 不过真到了结婚的那一天,盈盈的父母还是很舍不得盈盈的, 毕竟是自己的女儿要嫁到别人家里了,总归会有些担心, 不过还好两家离得近,以后受了委屈他们也能立刻去给盈盈撑腰。 盈盈那天哭得很伤心,小伟以为盈盈是受了她父母情绪的影响, 舍不得离开父母,所以她一直在安慰盈盈, 说以后如果想回家住的话随时都能回来,她也会一直陪在她身边的。 当天晚上,客人都走了以后,小伟听到盈盈的手机一直在响, 盈盈恰好去洗澡了,她就顺手接了起来, 不过电话妹头很快就挂断了,她注意到了那个备注, 那是盈盈的前男友。 小伟还注意到了盈盈前男友发给她的几条信息, 看着二人的聊天记录,小伟才知道原来昨天晚上盈盈去见了那个抛弃她的前男友, 今天之所以这么伤心也不是因为舍不得父母, 而是因为舍不得前男友。 小伟又生气又伤心, 她早就知道盈盈还没有忘记她的前男友, 可她觉得盈盈既然提出了跟她结婚, 就证明心里也是有她一席之地的, 结婚以后盈盈终究会慢慢忘了那个人, 两个人也会越来越好。 可是小伟没想到盈盈还会跑去见她的前男友, 她以为盈盈纵然没有忘记那个男人, 也应该已经死心了。 盈盈洗碗澡出来, 小伟把聊天记录摊开在她面前, 什么话也没有说, 离开了卧室。 两人的婚姻持续了一年, 盈盈却始终没有把心放在小伟的身上。 小伟不想将二人困死在这段婚姻里, 提出了离婚, 这一年里, 小伟从来没有碰过盈盈。 没有爱情为基础的两个人勉强在一起, 就算周围人再怎么看好, 终究是不会长久。 现代社会不同于古代, 我们不必听从父母之命, 媒妁之言, 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婚姻, 寻找一个相爱的人过一生。 如果不是真的相爱, 就不要勉强自己跟对方结婚, 那样不只是对自己不负责任, 也是对他人最大的伤害。 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以下两个道理。 一, 不要试图用一段感情去治疗另一段感情。 爱情面前, 人人平等, 没有谁是谁的替代替。 我们都有寻求伴侣的权利, 自然也不能剥夺他人的这种权利。 如果在一段感情里受了伤, 最不可取的疗伤方法, 就是用另一段感情去治愈。 偏偏现在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, 很多人都觉得从上一段感情里, 走出来的最快方法, 就是开始一段新的感情, 试图用一段新的感情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, 摆脱情伤。 殊不知这是对自己和别人感情的不负责任, 没有感情基础的时候就进入下一段感情, 这样的恋爱不会长久。 在对方全心全意对待你的时候, 你却还陷在于另一个人的回忆中, 长时间下去, 只会将对方越推越远。 盈盈如果不是因为想逃离对前男友的思念, 也不会提出跟小伟结婚。 可是她在与小伟在一起后还是一直想着自己的前男友, 最终还是失去了待她十几年如一日, 一直在迁就她的小伟。 没有爱情的婚姻终究不会长久, 不要想着拿一段感情去治疗另一段感情留下的伤害。 二、感情和婚姻, 有的时候是很脆弱的。 如果婚姻以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强制的法律法规为基础, 两人一旦结婚就是一辈子, 根本不允许离婚, 那么这样的婚姻无疑是坚固的。 可是婚姻是以爱情为基础的。 那么一个人可以爱一个人到什么程度呢? 大概就像西方神父所说的那样, 无论贫穷, 富贵还是极定, 都能始终如一地跟对方走到最后。 感情是一种奇妙的东西。 它可以让一个人为了另一个与自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付出一切, 结为伴侣, 让双方一起面对现实中的风风雨雨。 可这样坚不可摧的婚姻需要的是两个人的共同经营, 如果只有一方主动地去讨好另一方, 就算是在坚固的感情终究也会被消磨。 有的时候, 很多人离婚不是因为没有感情了, 而且被现实打败了。 感情和婚姻有的时候真的很脆弱, 经不起现实反复的折磨, 想要拥有一段幸福美满的婚姻, 需要的是两个人共同去呵护。